每一个普通人都有能力 令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一个普通的山区村民 两个普通的香港人 怎样改写百几万个小朋友的命运 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所追求的 又是什么 在山多平地小的贵州道 你会时常见到这样的奇景 一座座险要的怪山之间 往往会由一度又一度 大小不一的桥连接起来 在贵州已经开发的地区 平均每隔两公里就有一条桥 在这里可以找到各式各样的桥 在贵州不止山多 原来桥也特别多 我们这条桥就叫做落脚河大桥 在贵州很有名的 2003年政府动工在落脚河上面 建了这条跨河大桥 在未有这条桥之前 要由一个山头去到另一面 只可以是靠错船过河 水流急的时候还非常危险 但是贵州实在山太多 政府太穷 很多山区居民 仍然是生活在连桥都没有的深山里 对他们来说 最便宜的交通工具 就是自己的一双脚 早上七点多 为什么有这么多小朋友在这儿走 究竟他们去哪儿呢 我知道这里的香奴村很偏远 方圆几里也没有一间学校 他们这么早去哪儿呢 好,让我跟着他们 看看他们搞什么 这条村没学校的 原来有这么多小孩在这儿 原来看着上堂 我真的没有想过 这间这么简陋的小屋 就是这群山区小朋友的漂流教室 飘流教室 飘流教室 再数一下 哇,这里地方小小 原来有六十几个小朋友 在这儿上堂 我真的没有想过 听真一点 原来他们在上数学堂 看到他读书的环境这么恶劣 我真的有点心说 我小时候虽然不是很有钱 但是也有一个课室 你看这里桌子也没有,椅子也没有 好,一张小床 一张小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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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上课了 所以我觉得 香港的孩子真的太幸福了 他们上完课,又趕着去哪儿呢 不要走那么快,因此跌倒了 更难以想像的 就是这群小朋友 在这里上完数学堂之后 就要由村的这一边 走大概十分钟 去到村的另一个地方上中文堂 而上完中文堂之后 他们又要赶到另一个地方 继续上其他堂 是真真正正的漂流教室 在这里,我遇见闻书君老师 他将自己的一生 甚至连自己的房子都贡献出来 为的就是希望山区的小朋友 能够读书识字 闻老师,他今年39岁 由于这条村没有学校 他是第一个将自己的家 变成课室 免费教那些村子 读书识字的人 最开心的是看着 还准备到一张校围 只要他们来学好 熟学的知识 我就很开心了 是 闻老师在香奴村长大 小时候 每天就要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 出去醒上学 当他中三毕业之后 他就决定回香奴村 而没有教自己村子的小朋友读书 但由于没有钱,没有地方 他唯有用自己的房子做课室 最初只有十多二十个村子 和他们上学 十四个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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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困难 但后来就一边教一边学 经过这二十年的时间 还是学到不少东西 应该说现在教育上是没问题 应该教好的 一个普通人,一生无私的奉献 今天闻老师的学生 由几十个到现在三百多个 他甚至召目到六位老师 来和他一起义务教书 由于不够老师,不够课室 闻老师唯有用漂流教室的方法 六位老师分别在六个不同的地方 各自教中英数等科目 一至六年级 十几班学生 就是根据时间表轮流 漂流到不同的简陋教室上堂 现在十一点了 一班五年班的学生 就来到陈老师这家屋上 中文堂了 陈老师原本在省那里教小学 后来受了闻老师的感动 于是就自发来到山区教书 这个班房都是由村民捐出来的 而班房后面 这个用来摆放雜物的房仔 就是陈老师寄居的地方 我人生最大的目标 只要我们在里的儿童 读好书就行了 物以善小而不为 一个普通人 敏老师的坚持 感动到六位教师 所以自愿来到这条村里 而无教学 也因为这个普通人的执着 二十多年来 令到这条村里 千多个小朋友 有机会读书、识字 最大的意义就是其他没有他想法 就是把孩子没教好 自己的生活 只要能坚持过去 只要当何人员需要 我就一直教下去 这么多年来 敏老师一直都没有收过村民的学费 他一家三口的生活费 就是靠种些农作物去买 每个月赚几十元人民币 做生活费 这二十年来 敏老师令千多个山区的小孩 得到啟蒙 他们有些完成了小学课程之后 不单止可以读到中学 甚至最终考上大学 我觉得谁要把孩子们教好、学习好 看到他们一张张的甜蜜 甜蜜的笑脸 我就满车了 一个香港的宅舖老板 一个香港的美容院老板娘 十多年来穿梭贵州 建了接近四百家学校 他们的人生所追求的又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有能力 令世界变得更美好 在小小的香港 其实都有很多平凡的普通人 每天在世界不同的角落 默默耕耘 默默去改变这个世界 今次跟我一起出发去贵州的 还有另外一个香港人 许诚彪, 彪哥 彪哥的正职是宅舖老板 但是他大部分时间 都会穿梭在贵州和香港 在偏远的山区建设学校 这边又多人? 是 这天我就跟他去一个 宜族村寨考察 蹬了四个多小时 又下大雨 差点有意外 这里很崎嶇 山上常会嵩石下来 我们车走走走走走 就变成这样走不动 你说怎么走呢? 前托也走츠也走不到 人也走得到 等了這麼久, 終於來到三觀寨了 貴州是一個多民族的省份 有超過十七個少數民族居住在這裡 而三觀寨就是貴州最大的遺族村寨 我一來到這裡, 覺得最有趣 就是他們的男人所戴的帽子 就像印度人一樣拋著頭 原來有一段鼓子 他說這條叫做英雄結 要成熟的男人才可以帶 小朋友和老人家是不行的 證明他已經成熟了 這個叫龍角, 龍角就是龍的角 證明他是龍的傳人 貴州山區的人 通常是種粟米做主糧 幸好的人可以飽肚 有時候收食不好, 不說讀書 還要捱肚餓 我還要捱肚餓 來過貴州, 你要知道不要浪費 不要糟糕 因為你一粒粒粒辛苦 經過多少雨水 經過多少東西辛苦才能種出來 有些人一輩子都沒吃過飯 由1997年開始 彪哥在十年裡 默默地在香港募捐算款 然後親力親為 在貴州最窮困的地方建學校 這麼多年來 他總共在貴州建了七十幾間學校 我們平時都會來這些鄉村 去一些學生家探訪 看看他們是不是真的有什麼需要 有什麼需要 我們就會幫助他們 助學 或者資助他們家裡的環境 讓他們可以用心讀書 這個小朋友叫范江 今年十二歲 聽過村民說 他爸爸就過了生 他和他媽媽就寄居在他伯父家 不過因為太窮 很快連書都沒得讀 表哥這次來到這條村視察 就打算支助他的生活費 讓他可以繼續讀書 我自己出身的家庭比較窮 所以我很小時候出來做事 但做事之餘 我又接觸到佛教 知道因果 所以我就知道 因為我窮 是因為我前世沒有中福 所以我就會盡力去幫人 盡量做好事 這天我在貴州一個深山裡 又遇到另一班香港人 他們正在運送物資進山區 這班義工 就是由這位Amy所率領的 Amy Amy 是 你也是從香港來的 是 為什麼來到這麼遠的山區 沒有 因為我們來貴州已經十二年了 是嗎 希望能夠來這裡 希望能夠幫助貴州省的小朋友 因為在中國來說 其實貴州省是比較窮的地方 就是這樣 今天在貴州 有四百多間學校 原來有三百多間 都是由他募捐而起的 好像今天 他和一班義工 就去到深山裡 為一間新學校電機 順便帶一些鞋和書包 送給山區的小朋友 那裡太窄 那條山路 是的 那些車子不能進去 一定不能進去 而且最主要的路 我想只有一尺、兩尺 只可以一個人走 所以就用馬來運貨物去 是的… 如果沒有馬的話 也挺可憐的 我們真的要找一些人幫忙 或者我們自己拿一點 一起走進去 拿著這麼多東西很危險 是的… 平日Amy在香港 她穿了高跟鞋 裝得漂亮 沒有人會想到 她可以在十二年來 從無間斷地 在貴州親力親為 在山區那裡起學校 我試過走路 從下午坐了六個鐘頭車 五點鐘出發 從一點鐘到晚上八點幾、九點鐘 當時有些人說… 當然有些義工會說 你傻的 你不要命而已 我要命的 用不需要這麼拼命 做義工而已 用不需要這樣 Amy是美容院的老闆娘 有兒有女兒 她來到貴州鎮災 一次經歷, 改變了她的人生 當時她在山區 遇到一個 剛剛死了媽媽的小朋友 向她求助 當她看到一間很爛的房子 她跑得很快 在那裡說 媽媽… 我們來院 已經聞到一股屍體的臭味 到進去看到的時候 她媽媽已經變了一股… 黑色的屍體 當時看到那個環境 覺得自己… 第一, 好像不相信別人 第二, 覺得那些小朋友很可憐 我當時放下一點錢 我當時就跟村長說 無論怎樣也好 一定要好好執藏出去 當時幫到那兩個小朋友 進去學校讀書 Amy認為只有知識 才可以改變這群山區小孩的命運 這十幾年間 她用盡自己的每分力 在偏遠的山區籌見學校 由十三年前開始到現在 Amy每兩三個月 就會去貴州一次 考察需要幫助的村落 為新的學校奠機和開幕再回港 和監察班已經在運作中的學校 從無間斷 其實就是給他們一個訊息 就是我們一直都在看家學校 給他們一個訊息 另外就是我們希望能夠老師 知道我們的要求 相信眾善恩, 得善果 對彪哥來說 貴州只是其中一個他要幫助的地方 他已經開始向青海西藏出發 籌辦孤兒院 將來我會一路一路去新疆 或者去一些 都不知道需要有地方 有需要起學校的地方 我希望都可以去幫忙 最大的希望當然 我希望能夠 有一天 貴州可以說 你不用來了 我們要建立學校, 全都建立了 我正在等這句話 很希望能夠等到這句話 我們要建立學校 物以善小而不為 其實每一個普通人 都可以令世界變得更美好 貴州的奇風義塾 頭上竟然有巨大的鴨角 用血去做豆腐 我們還去到神秘的山洞 裡面竟然擺放了幾百座棺材 那些苗族人 特地把先人的棺木擺放在這裡 讓他的屍骨慢慢風乾 活到七十歲 人生對於慕蓮來說又是甚麼 千萬不要人給人 人給人就是死人 下一集繼續向貴州出發 能夠